近日西梦阳在澳门被偶遇 以四位参加和超联的婚礼 迅速引起网友任意 画面中西梦阳身穿黑色运动套装 打翻得相当嘴硬 能够看到虽然西梦阳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但她的皮肤十分白皙 脸上也看不到任何皱纹 而且还是素颜出门 状态维持得相当好 有网友套路西梦阳当天是素颜露面 还和自己闲聊了几句 但也有网友直言 没话中脸上怎么油光满面的呢 也有网友发现 西梦阳额头冗正 看上去很不自然 被猜测做了前脸填称 此前和超联打婚 现场迎外拉很多亲朋好友 有网友直言 光临不参加吗 说起来西梦阳与豆霄还传出过绯闻 两人曾一起玩手出席发大红毯 关系十分亲密 此外豆霄晒出过与西梦阳和母亲吃饭的画面 一起聚餐极乐融融 被猜测是在官宣恋情 后来豆霄与和超联相恋后 西梦阳就出来辟谣 18日豆霄和超联打婚的日子 西梦阳再次辟谣 因此很多人吐槽西梦阳早不说晚不说 偏偏选在这天 对此你怎么看的